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3月24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Terry 加拿大统计局3月23日公布 2020年加拿大收入调查CIS的最新数据 结果显示加拿大家庭税后收入中位数为66800加元 比2019年暴涨7.1% 主要是因为大流行期间 加拿大各级政府不断发放福利金 2020年大流行以来 为应对经济停摆和为限制病毒蔓原而实施的限制措施 加拿大政府为个人和企业推出了多项收入支持 23日 加拿大统计局发布了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进行的收入调查的新数据 结果显示 在2020年加拿大家庭的税后收入中位数为66800加元 比上一年增加了4400加元 按年暴涨7.1% 远远高于通胀水平 其中收入最高的是阿尔伯塔省 2020年税后收入中位数为77700加元 安省排在第二位 安省家庭税后收入中位数为70100加元 比2019年多出了5000加元 统计局指出 低收入个人和家庭的税后收入增长幅度更大 主要是因为帮助受COVID-19经济停摆影响的加拿大人 而实施的收入支持计划推动的 因此 鉴于大流行第一年发生的前所未有的事件 重要的是要考虑2020年独立人士的收入估计 加拿大2020年官方的贫困率为6.4% 比上一年的10.3%下降了3.9个百分点 2020年3月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大流行干预措施 包括关闭非必要企业旅行限制 以遏制COVID-19病毒的传播 这些干预措施导致经济活动急剧放缓 对加拿大劳动力市场和来自市场的收入造成了突然的冲击 加拿大家庭和独立个体人士的市场收入中位数 从2019年的57600加元降至2020年的55700加元 下降了3.3% 然而大流行的影响并不相同 许多家庭没有遭受就业或收入的损失 损失往往集中在收入较低的家庭和个人中 例如 如果将加拿大家庭和独立个人 按照市场收入平均分为5等份 2020年平均市场收入在最低的这个五分之一群体 收入下降了约20% 第二低五分之一则下降了10% 而最高的五分之一有钱人的市场收入则保持不变 为了应对就业和收入的损失 空前数量的加拿大人转向现有福利和新宣布的收入支持措施 提供总额最大的大流行疫情救济计划是 加拿大紧急响应福利 加拿大恢复福利和加拿大紧急学生福利 如果再考虑政府其他的福利计划 例如 加拿大儿童福利金 就业保险 老人金 加拿大养老金计划 2020年 加拿大家庭从政府获得的福利金中位数为 16400加元 比2019年的8200加元翻倍 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于大流行期间政府的福利金 所以 虽然大流行期间 加拿大家庭的市场收入的下降3.3%至55700加元 但是 由于增加了8000多加元的救济福利 2020年 加拿大家庭税后收入中位数不跌反升 还暴涨7.1%至66800元 加拿大外交部长梅兰尼·乔利 在蒙特利尔外交关系委员会 就乌克兰局势发表演讲时 加拿大作家和抗议人士伊夫·恩格勒对他进行了责问 当乔利谈及加拿大政府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 以及在对乌克兰提供武器时 恩格勒在现场大声疾呼 停止升级战争 停止输送武器 为什么加入北约 你真可耻 你要把我们推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位作家很快就被保安带离了演讲活动现场 恩格勒后来在推特上发文解释了他的行为 称他当时打断了加拿大外交部长的发言 是为了抗议加拿大再使乌克兰的暴力升级 在月8日 加拿大宣布将向乌克兰额外提供5000万美元的致命和非致命军事援助 包括加拿大制造的用于军用无人机和其他专业设备的相机 加拿大国防部长安妮塔·阿南德在推特上强调 特鲁多总理将批准向乌克兰再输送一批高度专业化的军事装备 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致电特鲁多请求提供更多军事援助后 加拿大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加拿大方面提供的致命武器包括机关枪 手枪 卡冰枪 狙击步枪 150万发子弹和其他小型武器装备 此前 加拿大还向乌克兰提供了2300多万美元的非致命武器军事援助 包括通讯设备 防弹衣和一所移动野战医院 2月24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对乌克兰采取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 全球141个国家强烈谴责此举为入侵 美国等西方国家还对俄罗斯发起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制裁 一份最新的民调报告显示 约三成的年轻新移民表示 想要在未来两年内离开加拿大 搬去其他国家生活 这份由League 民调机构代表Institute for Canadian citizenship所做的报告显示 30%年纪在18至34岁之间的新移民打算搬离加拿大 23%受过大学教育的新移民也计划离开 这份调查发现加拿大人认为这个国家给移民提供了高质量的生活 但新移民认为加拿大人不理解移民所面临的挑战 而如今上涨的生活成本也让移民想要离开 报告指出 与其他移民相比 有着本科学历的新移民对于工作机会和薪资平等性方面的好评较少 在国外受过高等教育的新移民必须把他们的学历送去 例如WES或IQAS这类的评估机构才能获得相应的资格认证 这个过程是很昂贵且结果是令人泄气的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国外的学历都会被承认 也许你的硕士学历会被低估为本科学历 Riger在这份报告中还提到 那些不认为加拿大适合留下来生活的新移民表示 他们要离开的原因还包括现任领导王贵的生活成本 以及他们的国外工作经验 无法被真正承认等事实 数据显示 尤其是那些更年轻且高技术的移民认为自己被忽视了 Riger公司副总裁Dave表示 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来确保 为那些新移民提供通往成功所需要的资源 我们要继续致力成为可以为新移民提供机会的国家 英国哈利王子与梅根于2020年线下 皇室高级成员身份后移居美国 之后多次上节目大爆英国皇室的是非 引起极大争议 日前有外媒爆出两人以协议离婚 报道指出哈利将独自返回英国 梅根则留在美国照顾孩子 外媒爆料直指哈利已经受不了梅根 喜欢将家庭不合及王室丑闻吵成话题 甚至连自己都被他欺骗 搞得里外不是人 导致二人的矛盾越来越大 如今终于走向了离婚 哈利梅根于去年接受美国民粹奥普拉的独家访问 期间报英国王室存在种族歧视 及如何忽略梅根的精神问题 导致他一度萌生自杀念头 消息震撼全球 哈利为梅根对抗王室及家族成员 当大家以为两人爱得坚定的同时 日前美国媒体National Enquirer 却以哈利和梅根玩玩烙锁标题 指两人已经协议离婚 报道指梅根公开与父亲Thomas和姐姐Smenza反目 但其实家庭不和睦的问题疑似被刻意夸大 经常为爱妻出头的哈利也被欺骗了 早前 梅根更是被姐姐Smenza告上了法庭 称她在奥普拉专访时说谎 指控她在访问中所说的话是虚假和有恶意的 另外 她姐姐还指控梅根声称自己是通过努力工作来支付学费 也是谎话 事实上学费是由他们的父亲Thomas支付的 她认为梅根说谎的原因是要让我们不能干涉或反驳 她所编造的虚假叙事和童话生活故事 国家询问报还爆出梅根与英国王室的矛盾 也添有加醋 加上长期处于负面情绪及不愿接受王室成员的协助 最后令哈利不得不远离家人 一向高调的梅根最近一个月却异常的低调 有外媒分析表示 梅根可能是怕曝光率太高会让大众看腻 所以决定减少曝光 但国家询问报却不以为然 大曝哈利王子与梅根已协议离婚 看来梅根婚姻出现问题 可能才是她近来忽然变得低调的主因 而离婚后 哈利将独自返回英国居住与家人团聚 梅根则带着儿子阿琪与女儿莉莉贝特留在美国生活 不过 对于报道的内容 不少人认为英国王室不会让重要成员离婚后的子女 留在国外生活 所以他们认为这篇报道是在炒作 这对曾经爱得轰轰烈烈 甚至不惜与家人决裂的王室夫妻 是否真的感情出现了问题呢 哈利和梅根至今 暂时还被对相关内容作出任何回应 大家好 我们温哥华港湾TV 最近开了一个全新的月月频道 用广东话和大家一起关心温哥华和看世界 月月频道将会在星期二至星期六持续更新 我们新频道的连结就在下方 欢迎各位订阅和赞同我们的新频道 好了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